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台湾发展也已经五年了 那我会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主要也是希望把台湾的这个美 可以传达给世界各地 我希望把台湾的美丽 我希望把台湾的美丽 是一个美丽的美丽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棒的 真的来到阿里山让我重新有了像小时候探险 然后跟一群好朋友开开玩笑 然后一起聊聊天 然后在那山林间深夜 然后看着那个灵火 但是在城市里是其实有很少有真正开心笑的那种 但是来到这种阿里山我们每天都在想 无时无刻不在想 没有烦恼的事情 以至于我现在都不想花花 我都有点害怕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师交流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带在当地看到的东西 分享所见所望 就这些交流会在未来的创作生涯会带回很多东西 我这几天就跟爸爸一起玩了 然后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很回归自然的状态了 因为有点像回到了过去的小时候 所以这种慢生活对我来说的话呢 真正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体验 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走步道的时候啊 就是阳光洒在森林里 然后那个青苔啊 像长在那个鼓手上 然后你就一路这样扶摸着 像那个青苔走下去的那个感觉 就觉得有碰触到那个大自然的感觉 我找到了这种感觉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最终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一种最好的一切 我会得到的 有点想象象的 你会被人变成了 去新的地方 尽量最多的我的照片 是只能比较有记忆的 我看得到台湾 我看得到我的照片 based on the landscape, it's obviously going to be majestic and pretty awesome because that's how our world is really. The landscape is all really surprisingly good and it looks really really surreal on my photography.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事情要說 但我會讓我的工作 在未來講話給我 我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其實我本身在工作的時候其實都是畫人為主 那可是畫到之後我來這邊這趟旅遊之後 我其實一直反而一直在畫風景 那個過程其實讓我把這個心思給沈澱下來 回去都市的時候可能會用另一種感受去面對人或是人事人的那些 看著畫家他們拿著他們的筆 然後跟一本小本子 然後就畫出整個阿里山的美 其實我覺得從他們那個畫中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阿里山 我覺得在阿里山的這幾天 不管是人或者是所看的一切都是一片風景 畫家需要不同的新鮮的刺激 讓他們的靈魂變得更豐富 我很高興我覺得我們這次做到了 阿里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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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isedPe陳懊 阿里山的靈魂 道諾 神� vision 神經史 琩咩 我們